好了,下一部吧 我們是不是要說一句 阿Kaline 我心想,我們也有點起雞肥 我聽得挺好聽的,是一個名句 沒有,有錢就賣時鐘 在上一季強大的推銷之下 今季很賺錢,就可以很多錢賣下去 對,你知不知八盒機S 都是靠這本,已經叫做台柱 上一季,可以賣成百萬銷量 有多少套 這樣計算去賣百萬銷量 真的,不要開玩笑 那些畫不是很特別之下 畫好像狂翻 對 可以狂開熱唱會 去年C3就來過香港 對,有多少粉絲 有多少粉絲坐在前面 每個人都叫阿Kaline 我都在那裡 不要緊,我在場看到 不要緊,先說這次二季 大家都很期待會不會跟漫畫很大距離 其實是看過的 其實是應該漫畫的 現在去到第四至第五本 阿Kaline姐姐已經看到了 對,阿Kaline姐姐已經看到了 大家都知道 其實它很貼近漫畫的段落 和風格 也很貼近 一樣,其實沒有變過 整個程度是OK 其實仍然是維持第一季的質素 但我覺得它比第一季來說 它有一件事不太好 就是那個 回覆那個人的想法 反而有些不足夠 反而它沒有講完四個的輕微講 但帶他們四個的關係 少少會好些 不需要的 大家都知道 娛樂部其實四個就是 氣的 沒有什麼要介紹 你有什麼介紹的 一個男長 你平常說 京子暴走 阿傑爾套租 阿Kaline就是阿Kaline 然後一個福克的 沒有什麼的 你不用怎麼介紹 其實已經做出來 其實是的 當然 我覺得可以大一大少少 譬如沒有看過第一季 想看第二季的 有時候可能會有思想帶 馬上看看 其實整體上沒有什麼變化 我覺得仍然維持到最長 因為有突破 因為它有錢多 你看到BGM 有些女生的小動作 都可以封禍常規 阿是 都可以很說 有很多小動作 尤其在OP那裡 迷之沒有 說隔數計都隔了 真的很浪費錢 那當然 因為就是它的故事 那麼銷售得 才有那麼多錢 大佬不可以開玩笑 有多少錢 百萬銷售 但我覺得ED好像沒有去年那個 即上季那個 那麼有跳脫性 你聽完全版ED是很棒 應該這樣說 完全版ED是比OP 但OP的中毒性高 比Ending 是的 我這樣評價 其實說真的 如果計算四位主角的聲優 當然 你之前有一套做到女主角 全兩套都沒有發出 他沒有練習 提斯的功力 但其實四位之中 其實以荊子來說 我不是說什麼 這裏是最高的氣氛 其實荊子大平游階 其實在其他的動畫 其實他參與度很少 他在Idle Master好像有 很少 但有很多氣氛 上季你說他在那個屋裡 做哪個角色 上季 要先炒 上季有奈雅子 他也有氣氛 他也有 但都是配角 是的 所以他在Idle Master 這四位 其實彈得出 其實我想相對 可能是夏年 或是今年 或是夏年 他可能靠第二季 都可能會彈得起很厲害 我們都懷疑 這四位都可能 當然 你說這次來講 我覺得配得好 是寶萊米 即吉川 活躍感多了 感覺上沒有那麼複黑 即是是複黑 還是水炮多了 他做的動作 他平時沒有問題 是吸冰冰波 做一些奇怪的 迷失物出來 才是黑 那裡多了 因為如果你看漫畫 他就說 那兩個冰冰波 是黏在頭髮上 但他沒有了船窩 是動畫加進去 船窩 我明顯的格數 沒有偷減料 完全變成動畫 沒有動畫的高質素 是的 所以有錢 跟沒有錢的分別 就是這樣 沒有錢還沒貼在頭上 又要吃進去 是的 有錢吃進去的 所以你說和我爭天公 即是再加多了東西 你感覺上 我覺得很滿意 第一集 魔法上的物理性攻擊 一打到石田真 哇 真的 所以我們覺得 他是加重了 我覺得 如果是YuYuLi粉絲 其實應該繼續看下去 應該會 我覺得是滿意了 非YuYuLi粉絲 看也會很開心 非YuYuLi粉絲 建議先看回第一集 即是第一季 第一季 這樣便會好些 不是 看完一季 看完漫畫都可以 是的 兩面都很貼 很貼的 放心 總共七本單行本 現在暫時 大家怕劇情問題不要緊 畫畫版其實是OK 沒問題 還有新角色 所以第二季 應該都會預期 比第一季好多 真的 所以 敬請期待這部 我覺得第二季仍然保持得到 最新的 對 對 當然是 當然是 對 當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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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傷得逆將 不開演唱會 之前好像說來過香港的 拍過TVD 演唱會有香港的 好像是的 當然是買進來看 不緊要 不過我覺得是 珍田美波說得多些 來香港之後 Yui的角色 他會較為帶動 卡里的角色 我反而覺得他來香港 說得不是實別太多 當時C3來香港 他說他的笑話 空氣沒有台詞 根本上是 如果沒有補充 我們下一部 下一部